除了休息占一片空荡荡之外 现在就连观光区也变得冷冷清清 来看到在屏东热门的观光景点 过去总是有不少游客要搭乘东流线 前往小琉球 现在船班变少了 乘客也只剩下琉球居民 几乎看不到游客的踪迹 一旁的华侨市场同样一片空荡荡 海鲜卖不出去 餐厅无法内用 让业者叫苦连天 只能希望透过外带订单上门 来缓解这次的餐点 另外在往年过去发现的塞车台一线 今年也看不到车流 当午年假第一天 屏东东港东流线却还是冷冷清清 游客只剩下零星几位流球居民 说到疫情影响小流球观光停摆 往返两地的东流线达成人数大幅下滑 再加上考量民众安全 船班也直接减少到过往的一半以下 去年的东午佳节总共输运了大约三万个人 现在我们维持的是小流球乡区民生 最基本的是命量 一定会缩减到剩下一层到两层 而东流线旁的华侨市场同样空荡荡 新鲜的海产乏人问津 许多店家干脆暂停营业 剩下的渔民也几乎等不到顾客光临 市场内一整排的餐厅无法内用也经营不下去 业者强行休息将近一个月叫苦连天 没了收入日子难熬 只能在店内看能不能等到外带的订单上门 另外过往总是塞车的台一线 连假收天车流却跟平日一样没有增加 特殊时期虽然迎来宝贵假期 民生却还是经受防疫规定 待在家不乱跑 就是希望疫情可以早日平息 让生活回归正常轨道 解苏世卫平登藏不到